美國政府一名高級官員表示 美國計劃與南韓舉行卓免軍事推演 並擴大其他防務合作領域 但不考慮與首爾舉行聯合核演習 美國作出宣布前 南韓總統尹錫月星期一 在一次採訪時表示 美國與南韓正在進行談判 旨在是讓首爾在美國核軍事力量的運作中 發揮更大的作用 尹錫月對保守派報紙《朝鮮日報》表示 討論的重點是南韓與美國核力量的聯合規劃及演習 他的設想就是 這個過程與共有核武器具有相同的效果 在星期一的晚間 美國總統拜登在被問到 他是否正在討論與南韓的聯合核演習的時候 他是這樣說 拜登表示 是沒有 拜登當時正在從美國東部的肯塔基州行程反彙 他沒有詳細地說明 南韓時間 在星期二的晚間 美國政府一名高級官員 通過電子郵件發給美國之音一份聲明說 試圖澄清情況 說美國與南韓正在共同努力加強延伸威脅 包括最終通過桌面推演探討 我們對一些系列情境的反應 包括北韓使用核武器的情況 北韓在去年發射了數量創紀錄的彈道導彈 並且在上星期日聲稱要成倍增加他們的核彈頭生產 另外 美國政府官員說 北韓最近的行動已為聲明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北韓 北韓 我們來越來越多的關注 看到北韓 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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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韓